大炮川普又在开炮咯 真不知道到底是他们美国底气真的够硬 还是只有川普嘴巴很硬呢 来看到的是川普最新说了 对中国加征关税 对于美国的纳税人来说 那只有花很少很少的钱 看看通膨和物价的数字 其实只有上升一点点 如果其实站在民生的立场来看的话 还真的有一点看不下去 到底有没有苦民所苦呢 你身为一个总统 你讲这样的话对吗 第一你要想 在你还没有当总统之前 你是一个大商人 你自己当然多花那一点钱 你自己当然不痛不痒 可是对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 我们每一个月只要多花那一千块的话 我们一年就多花了一万二 更何况你现在这个贸易战 全面的打下去之后 怎么可能成本只加 每个月对民众来说 怎么可能成本只加那一千块 一年只多花那一万二呢 第二点就是我们之前带了新闻 带了很多数据 其实也带大家来看到 其实贸易战打下去 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广 当然也打到美国他们自己 有很多的商人 还有一些品牌厂 比方像是Nike 像是Adidas 他们之前就有联合写信 上书给川普 拜托你们不要再打关税战 因为关税战这一打下去 你知道吗 这影响成本真的对大家来说 实在是有一点受不了 可是呢 显然川普他自己有钱 不痛不痒 就无感 反倒还觉得说 中国现在变弱了 他现在这个政策做的是对的 让中国现在正变成一个非常弱的国家 今天就有媒体先问到说 中国现在有可能会限制稀土来反制美国 川普总统你怎么看呢 因为今天上次彭博社的消息 就有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 在中国的部分 现在已经拟定好这个稀土的计划 他们要限制美国到 出口到美国这些稀土商品 已经手握稀土这一把王牌 这一张剑牌 那现在接下来您怎么应对呢 对此这个川普还是强调 他没有对稀土这件事情做回应 反倒还是一直在老掉牙的强调说 就是中国的错 就是中国自己出尔反尔 就是中国毁约啦 一切都是中国的错 那现在就看如果我们重新再商谈一次的话 中国能不能做出比较聪明的决定 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 那他相信一定是不会 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贸易战上面 他就是做出成效 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企业 开始受不了重税 开始要逃离中国市场了 这一场关税他觉得他赢了 他觉得就是已经让中国变弱了 这个关税为他们带来这个不可非常毁灭性的这个影响 所以他觉得啊 中国现在肯定是非常希望能够达成这个关税这个协议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赶快来看的是中国这边的回应 对中国来说他真的是这样子看的吗 中国现在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对于这件事情有最新的回应说 才怪你根本都在乱讲啊 就算我们现在正在打贸易战 即便美国加征关税那又怎样 对于我们的调查来看 其实还是有很多外资外商 愿意到中国来投资 这个热情上面是不减的 因为他们根据了拿出了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 调查2019的这份报告来看 就有发现超过六成二以上的受访者 将中国视为现在全球市场当中排名的前三投资地 而且如果去访问企业的话 也有高达百分之五十六的企业 尤其是在欧洲的企业 他们觉得还是考虑今年要扩大在中国上面的业务 显示现在企业上面 显示外资上面 还是把中国这个市场上面相当的看好 好不要这个川普你只会放话 你之前对我们拟定的那一堆清单黑名单 你以为我就不会吗 最新今天的消息要特别注意 因为今天重磅消息 晚间商务部发出来的消息 就让美国的这个盘前旗子已经中错了 那要小心今天晚上美股开盘 发生什么事 商务部最新看到 他们现在要建立不可靠的实体清单 对于不遵守市场规则 就是中国的市场规则 或者是背离中国契约 出于非商业封锁断供等等的行为 这些外国企业个人都会被列入到清单当中 这简单来看是不是 中国现在也在拟定一份黑名单呢 只要你没有遵守我们中国市场的规定 只要你让我们中国市场是不是蒙受到影响 你就会被列入到这清单当中 你川普会列好啊 我也会拟定一份清单 那就来看现在谁的拳头比较大吗 那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这个盘前旗子 还有现在欧洲市场 欧洲的股市也都在中错 当然不管怎么样 这相互的影响一定是会有的 不过川普还是只愿硬相信 关税对于美国只有好没有坏 所以他现在在关税上面真的已经玩上瘾了 同样的手把现在呢 剑指墨西哥炮打墨西哥 他今天在Twitter上面又再度发文 他说啊 对于墨西哥如果没有解决非法移民这个问题的话 他就要对他们调增关税 又拿关税出来玩 要对他们加征25%的关税 其实在川普总统对于美国 墨西哥美墨边境这个非法移民 早就已经感冒很久 他之前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当作是竞选的口号 认为墨西哥的很多人民都非法的进入到美国 然后抢了美国人民的工作权 甚至还把一些什么毒品啦 等等的一些社会治安问题都带进美国 所以他把他们赶出去 还记得吗 去年年底开始到今年年初 为了把这些非法移民赶出去 川普做了什么 川普可是盖了边境围墙呢 他为了这一堵围墙 还不惜跟国会杠起来 因为这个盖这个墙 要非常非常昂贵的花费 可是呢 国会当然不愿意啊 因为你花的都是人民的公塔 但川普不管 我不惜让美国政府关门 我不惜让国会停摆 我就是要盖这个墙 你必须要给我这个墙 那结果呢 结果就是在今年年初 还是没有得到结论 国会还是没有给他钱的 所以最后川普自己解套 找了其他的预算来盖这一堵围墙 那是不是因为 在这个边境围墙上面 钱真的拿得不够 所以他干脆反倒瞄准用关税 反正现在他打关税 好像实随之位 好像大家都会做饭 因此他现在改目标 用关税战来逼墨西哥就范 因此他在今天推特上面说了 6月10号开始要加深5%的关税 然后就看墨西哥怎么来应对 要不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没有解决 那我关税就一直加 一直加 加到你就是逼你就范为止 7月份的时候就会调高到10% 如果再不解决 8月份就会调到15% 9月份就继续加 加到20% 如果再不解决呢 10月份就加到25%的幅度 再不解决呢 是不会再加下去 但是你的永久关税 就会一直刻下去 刻25%了 看起来这数字好像很小 可是你要想 其实有很多的厂商 有很多的这个企业 都在墨西哥设厂 这加深25%关税 一加下去的话 当然大家的成本 这个影响又开始很大 如果再加上中国这一面的话 那大家真的在营运上 都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对于墨西哥来说 他当然是气得跳脚啊 墨西哥的总统就最新出来发话说 你川普真的很奇怪 你不要每次都是拿你们美国第一好吗 你的美国第一政策真的很荒谬 我们要求你们 要跟我们一起来和平对话 不要只是一下子就拿这种关税战来应对 你要先沟通嘛 怎么会不沟通就开始打关税战呢 再者是来看看这个问题 这个社会移民问题 明明分明就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已 为什么你要把问题给放大 扩大成经济问题 拿关税来做解决 他这是他不能理解的地方 也是要求他们要立即停止的地方 那另一边 那个墨西哥的副外交部长 他就也有很强硬的提到 他觉得当然关税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他真的难以相信 没想到川普真的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美国真的要来做这个关税的战争的话 那你好你想清楚喔 我们手上也有的是工具 我们一定会来报复你们 大家现在都在想方设法对抗川普喔 真的不能老是不合他的意 不听他的话就让他一直用关税逼大家就范嘛 这样真的公平吗 不过两方一直剑拔弩张 是不是也不是办法呢 中国有一句成语喔 叫做以德抱怨 不知道用在这里是不是很刚好呢 怎么说喔 来看到的是 因为现在大家本来都在想说 好中国要对美国来做报复的话 手上两张王牌 第一个就是稀土嘛 第二个是不是就是苹果来开刀呢 昨天有问到稀土 那今天呢 最新是问到了苹果 会不会拿苹果当作是一个报复的挡箭牌 一个另箭呢 那对此喔 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就说 中方是会保障外国外资的企业 在中国的合法权益 向来中国的态度都是保持着开放合作的 所以他们这个外资的企业 他们中国一定只要你们是合法的 只要你们是在中国市场上面 有照着中国市场的规则来走的话 中方一定会保护你们的权益 虽然没有直接名讲 但是市场就是解读喔 在贸易战上面 是不是就不会拿苹果做开刀呢 那当然了我们之前也讲过 似乎也不用动中国官方的出手 苹果iPhone的销量 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 当然这不光是因为贸易战的问题 让中国的民众现在是自发性的起来 我就是要来抵制拒买苹果 还再加上是苹果本身的问题 因为苹果商品自从创办人贾伯斯离开之后 好像就不怎么吸引人 所以来看到一样是拿数据来看 他们的销售量出货量真的一直在节节败退 以中国市场来看 市场研调机构有做出调查 在中国的出货量真的在减少当中 光是今年第一季就年减了三成以上 而以全球来看呢 全球来看是真的还蛮惨的喔 去年第一季明明在销量上面 整体iPhone销量还有5410万只 但今年的第一季销量就大幅的下滑 下到4460万只 所以以市占率来看的话 本来去年第一季还有14.1% 但是今年第一季反倒都下降了 下降到11.9%的幅度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苹果当然是想要力图振作 重新擦亮金字招牌 只是这效果到底怎么样 这是真的有待时间来考验 还有看大家到底要不要买单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 现在苹果当然手上也有很多的想法 要来执行 因为他们也知道 iPhone这种东西 现在智慧型手机这种东西 其实大家都已经竞争得非常激烈 在销量上面也打到一个饱和 打到一个巅峰 以后还要再靠iPhone来充销量 充营运 似乎营运上面一定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 从这个之前就已经在转往 这个服务性的商品上面 比方在看到今年的3月26号 他们的春季发表会的时候 凌晨一点是苹果先发表会 这个这场发表会 堪称是苹果有史以来最软最软的这个发表会 因为这场发表会没有硬体 只有软体 包含推出什么Apple Store Apple TV 或者是Apple News等等 一些服务性的串联 还有这个更新 但是大家看了之后 好像蛮失望的 所以在这场发布会发布完之后 当天的股价反倒是重挫1%超过 这市值是蒸发了将近百亿美元 而大家反倒把目光都转向同一天 一样是有召开这个发表会的华为 在那一天晚上同一天很巧 9点的时候 华为是有召开发表会 清一色就罗列了好多好多的新产品 包含像是P30 包含像是智慧型手表等等 都让大家为之惊艳 所以是不是也看来 市场上对这个硬体还是有所需求 大家还是在想说 有什么样的新产品可以让大家惊艳呢 你在软体的更新上面 是不是真的吸引力有一点不够呢 再者是看到苹果自己 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营收上面 iPhone还是占大宗的 至少营收贡献度来说 iPhone还是占了超过五成以上 反倒是在服务软体上面的东西 他们的营收贡献大概只有20% 那你说你这个短时间 真的能靠服务商品来逆转胜吗 来带起你们的营运吗 这真的还是有待时间来观察 好那服务是需要时间 所以他们现在还要转进另外一块的市场 就是自驾车 无人车 在2013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有试出来 他们对于这个无人自驾车 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2013年的时候传出来 他们就想要出资买下Tesla 可是Tesla当然不愿意啊 所以当时从2014年开始 他们就换个方式 他们自己来照这个Apple Car 那他们自己做的这个计划 在内部的代号是叫泰坦计划 那从这个Tesla虽然我买不下你 但是我从你这边开始挖墙角 挖了很多他们Tesla的高官技术员等等的 就是要来启动这个泰坦计划 可是真的有这么顺利吗 因为泰坦计划Apple Car 对苹果来说 你苹果原本是做手机的 你现在要踏入到这个汽车领域 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你们要从头开始 所以其实好像不如大家看到的 想象的这么顺利 因此在2015年的时候 2019年的时候 马上就爆发财源潮 也因此看到你苹果做了这么多 这些营业上面花招败出 真的有用吗 那对于硬体设备来说 当然他自己也是没有放弃 那比较让大家有一点惊讶的是 竟然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他们突然间丢出了一个新商品 他们突发更新了iPad Touch iPad Touch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比较精简版的iPhone手机 它那种跟iPhone手机 长相长得蛮一样的 那它一样是可以听音乐啦 一样是可以玩游戏啊 一样是可以拍照等等 但是它没有办法的就是打电话 那他们这个更新了 第七代的这个iPad Touch 让大家惊艳的事情是 因为大家现在习惯就是用手机嘛 那突然间就是丢出了这个新品 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 距离上一次推出更新版的 已经是2015年了 那你突然间丢出这个新品更新 到底什么意思呢 好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丢出了这个新品 搭载了A10的晶片 说是效能和容量上面大大的提升 容量有扩展到256G 那荧幕上面还是维持之前的外形 在这个荧幕上是4寸 而且还有6种颜色 可是大家真的买单吗 我们来实际看大家的评论 这个中国网友的部分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贸易战的情节 他们就说只要是美国货 你iPhone我就不要 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理性派的 这个网友是说 他觉得以功能来看 那我倒不如还买iPhone 7 因为iPhone 7它的晶片 跟iPad Touch这一支新的 是一样都是用A10处理的晶片 所以你这个东西又只有4寸 玩游戏 螢幕看起来又这么吃力 而且在这个晶片上 跑的东西又一样 然后你又不能打电话 我干嘛要买你这一支呢 所以以功能上面来说 很多中国网友说 还不如买iPhone 7 目前这一款新的iPad Touch开放 香港预购 那中国跟台湾暂时还没有供货 在这么敏感的时机点 突然间更新 不算热门的产品 不知道苹果到底 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 而最让人摸不着头绪 当然是川普 不过看他今天的动作 好像暂时把目标 转移到墨西哥身上 对于亚洲市场来说 大家似乎能暂时松一口气 但真的是这样吗 别忘了我们刚刚有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中国 现在似乎也罗列了一些黑名单 今天美国股市是不是会中错 那么川普的态度又是什么 也要请大家持续锁定